腾讯体育11月5日讯,2018-2019赛季短道数华世界杯加拿大凡二加里战,上演了充满争议的一幕。 在男子1500米决赛中,韩国队员林孝俊、黄大县,聪明反对聪明物,争相起跑犯规双双被罚出场,韩国队最终无缘金牌,其实,韩国短道数华队竞争激烈,队员之间互不相赏,经常出现自相残杀的情况。 三人进1500米决赛,归时神差宋乐奔夺冠,根据短道世界杯规则,若选手获得进入决赛,那资格但不上场退赛,则本场比赛无击分,若在A组决赛中被判犯规,则将按照B组决赛第一计算击分。 于是,便有了世界杯卡尔加里战男子,1500米决赛中黄大县接连强讨犯规,自删除局的算盘,试图被范围而保证赛事的名次积分,或许是知道了队友的计划,该项目的冬奥冠军林孝俊,在第二次起跑尚未发枪时便起身,准备队友犯规后的第三次起跑。 然而,由于他比黄大县动身更早,林孝俊却鬼使神差的成为了法规出局的判罢对象,这一变故令韩国队措手不及,但已然无法更改结果。 黄大县第一次抢跑第二次出发,黄大县,林孝俊双双起身沈希西怒推崔敏靖,背叛大规,沈希西将队友崔敏靖推出赛的小范,你开心的收敛。 2017年转到树黄,是锦赛女子一千米半决赛,韩国队选手沈希西和崔敏靖同在一个小组,前半城,两名韩国选手牢牢组织交两位,不过在最终时间,英国名将爱丽斯巴利直接上到第一位。 眼看无法超越对手的情况下,两位韩国选手竟然同是操歌,崔敏靖试图从外到愉悦,但来处在第二位的沈希西却并不想让,为了晋级职赛。 竟然伸手将队友推出了赛道,赛后被派办规撤销成绩。 林孝俊、黄大线和徐伊拉上演内战韩国转到树华,向来有内战的传统。 平昌东奥会转到树华男子一千米四分之一决赛。 韩国队林孝俊、黄大线和徐伊拉哥,开始他们就将法国选手法克尼特远远甩在身后。 最后时刻,三人竟然上演了韩国队的内战。 林孝俊和黄大线出现碰撞,最终徐伊拉和林孝俊进击,黄大线被判犯规遭淘汰。 四六姐妹花香召出几姐妹一声一起走平昌东奥会的高速华女子一千米决赛。 决赛包括两位韩国选手崔敏靖、沈时熙和莱德舒婷、意大利的方塔纳和加拿大的布婷。 出发后,沈时熙冲到第一的位置,不过舒婷和布婷很快抢到前面领滑,两位韩国选手落在第三和第四。 达成过后,落到最后一位的崔敏靖开始加速,试图从外大超越,但在倒数第二圈时,崔敏靖与沈时熙在外道处相撞摔出赛道。 两人双双无缘金牌,韩国吉利队员自己相撞哥哥你先走。 算了,你也别走了,2017年转到祖华世界杯荷兰唱,男子五千米接力班决赛,韩国队两名交接,棒队员竟然绕在一起摔倒。 接力比赛出现这样的事情有些北夷所思。 沈熙熙上演苦肉计出局平昌冬奥会期间,沈熙熙在女子一千五百名预赛中故意摔倒出局,有网友分析这是苦肉计,为的就是想让欧打过自己的教练被开除。 为了报复教练,沈熙熙故意在比赛中用自杀出局的方式,有点名为玉碎不为网权的意思,荒凯。